這次來到銀山溫泉我選擇了超和屋 因為倫敦屋已經爆滿了 其實半年前去預訂可能都預訂不到 日頭的超和館就是這樣 這裏也算接近街尾 右手邊是倫敦屋 這裏就是街頭 一路走過來,十分鐘左右就會到門口 然後再走過去倫敦屋 其實都是幾分鐘路程 超和館的Marscon是這隻碗紅 因為藍莊的圖案都是一隻碗紅 所以門口也放了一隻喝酒的碗紅 適合貌數 這裏所有的旅館門口都有一塊牌 入住的時候給名字盡量給美一點 它在門口就會寫下你的名字 寫下你在哪裏來和名字 甚麼燒 說得溫泉旅館最重要是溫泉 這裏的溫泉有名的特色是有天空溫泉 就是在六樓 晚上黑黑黑黑,甚麼都沒有東西看 日頭才上去看看 樓高只有六層 主要都是三四五 住就住三四五 二樓六樓就是洗澡房和露天風雷 上網就很難找銀山溫泉的房間結構 所以貓叔這次就帶大家看看 銀山溫泉超和屋的房間是怎樣的 經過走廊之後我們這次就住這間305 來到溫泉 看看你吃溫泉饅頭 這裏進來的時候就會放幾個溫泉饅頭 給你摘一下 甜不甜 Krisa甜不甜 少少 少少甜 來到溫泉酒店最重要是要留意這一點 就是沖茶的汽具 多數十幾歲其九都是綠茶的 喝得綠茶就來到溫泉村 這些溫泉街不會喝茶包 喝得綠茶粉 你看看綠茶葉 這些 好了就由這裏就要開始進去 最重要是有時候我們香港人要留意洗手間的 究竟是否要共用 還是你自己的 這裏的房間 的洗手間 是在 房間裏面的 入了門 入了門之後 就會見到洗手間 還有坐廁板 OK啦 有發熱板 一口齊就有發熱板 旁邊就有洗手盤 可以塗洗臉 這裏的溫泉 這裏的溫泉 是在二樓 和天盤 那個時間就會有少少不同 二樓是 長期開的 天盤那個 就會以婚時段 男女婚時段 移動的 這裏就 這裏就比較簡單一點的 一進來就是 就是正正丁方 因為 等他鋪了床鋪 就讓大家清晰一點知道 一間房間可以住到多少人 現在鋪三張床 都是鬆動的 但如果你四個人 我想 我想他橫鋪應該都 逼逼的應該都OK的 這一間房間 就是在整個酒店的尾後面 所以 沒有景 如果 我現在晚上了 晚上不用想了 不用想了 我現在開出來給你們看 因為後面是山坡 兩邊窗都是山坡 就是這個 銀山溫泉 超和屋的房間結構 大家有興趣想來這個 銀山溫泉 感受一下那個大正浪漫 值得一來的 來玩一下 日本東北 不是說鹹館 東北 本島東北的地方 感受一下這邊的 鄉土 鄉土民情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就按LIKE 如果想繼續收聽 訂閱 貓叔叔繼續 浸溫泉 在這一點 你